大家好 这节课程我们将继续来学习我们的企业网站后台管理系统的相关制作 那么在上一节课程里呢 我们已经把左侧导航的这个伸出的这个动画 已经给制作好了 那么主要用到了咱们JQuery里面的一个动画效果 还有操作它的一些CSS的一些技巧 但是呢一些字典我们把这个效果呢给制作好了 那么来看一下本节课程要来学习的内容是 咱们的这个顶部导航与左侧导航的关联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已经把顶部的这个主导航 它的一些这个点击的效果给制作好了 那么同时呢把左侧的效果呢也制作好了 那么这两块导航我们怎样给它关联起来 达到我们想要的效果呢 那么这里呢我们要的效果呢是这样子的 我们点击这个主导航的相关的这个菜单 那么左侧导航呢会出现相应的这个左侧的一个导航菜单 对吧 那么这个效果是怎样实现的呢 那么稍后呢我们将带领大家来制作这样的一个效果 那么第二个 那么本节课程还要来学习的一个知识点是这个隐藏左侧的导航 那么这个是怎样的效果呢 我们来看一下 在这里呢 我们的这个右边的这个工具栏菜单 它有一个这个隐藏菜单 就这么一个选项 当我们点击这个隐藏菜单的时候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左侧的这个菜单呢已经被隐藏了 对吧 同时呢它的这个文字啊 变成了这个显示菜单 那么我们再点击的话它又变回来了是吧 那么我们 本节课程呢就要来完成这两个这个 效果的实现 那么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就开始来制作 好 首先我们打开工具 那么本节课程呢是第九课 好 我们在这个index里面 首先我们来制作 主导航跟左侧导航的关联 好 那么这里呢是上级课程我们写的代码 那么 在这里呢我们就接着来写 叫做 主导航 主导航 与左侧导航关联 咱们这个怎么来写 大家可以思考一下 那么首先呢 我们是要在这里看没有 当我们点击它的时候 那么这个效果我们已经写了 对吧 是在 这里对吧 那么我们继续在这里面写 因为我们是点击它嘛 所以说我们在这里呢 暂时呢 就把这个 注释呢就写到这里 首先我们要用到一个这个的一个方法是咱们的这个index 那什么是index index是如果说我们不传递参数 那么它就返回这个元素在同倍元素的所有位置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我们在这个主导航 我们点击了它其中的某一个这个例菜单 比如说我们点击这个 那么我们通过获取它的index的索引值 那么我们就知道它点击的是第几个这个例 的菜单 比如说它从 0开始的话 这个是0 那么这个就代表1 它这个 所以你的这个序号呢 跟我们的这个宿主的这个下标 是一样的 都是从0开始的 那么所以呢 我们在这里 我们首先可以这样 我们可以定义一个变量 就叫下方叫ID吧 让它等于 this吧 this就代表我们当前点击的这个例标签 它的有个叫query的对象 是吧 然后我们通过这个对象来使用它的它的这个index方法 那么此时呢 它就会把这个索引值呢 存在这个变量里面 那么我们可以呢 来看一下 测试一下 我们alert一下 让它弹出一下 弹出这个ID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好 我们刷新一下 好 我们点这个 那么此时呢 它弹出了一个1 是吧 因为我们点了第二个 那么所以是从0开始的 那么我们点这个应该是0 对吧 对不对 那么同理的这个应该是2 3 那么好 我们把这个注释起来 那么我们要怎么去关联左侧的导航呢 首先我们要找到这个左侧的导航 因为在左侧导航里面 因为在左侧导航里面 在这个导航里面 在这个导航里面 我们可以这样 我们可以给它添加一个class 我们叫做 我们叫做 menu item 然后给它每一个 这个左侧的导航对应的这个 财单 像呢 我们这个是left0 然后给left1呢 也添加上这个样式 同意给2也添加上 还有这里的3 好 那么我们通过这个 首先通过这个 leftmenu这个id 我们找到 他在他的这个 指元素里面的leftmenu 到item的这个 这个dom对象 也就是我们用的这个叫query对象 那么我们这里怎么来做呢 我们可以这样 我们可以通过 然后我们来找到它下面的这个 通过find的这个函数 我 我find的什么呢 我find的 找到咱们的这个添加的css 在这个 名称叫做leftmenu 说 在这个find的函数 那么我们在前几个课程给大家提了过 那么他是找的他这个 复极元素的这个下面的 子元素和孙元素的 那么我们翘的话直接找它的 直系的子元素 那么他这个find的呢 可以找孙元素 对吧 那么我们这里呢 用这个求证呢 也是可以实现的 对吧 那么我们就用find的吧 那么同时呢 我们在这里呢 可以给他 拿一个eq函数 eq是什么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eq 那在过滤里面有这个 那么是获取当前电视程度中 第n个jQuery对象 那么通常呢 他会配合咱们的这个index函数 返回的这个所影值 比如说我们在这里 获取了这个index的值 对吧 我们叫做id 那么我们可以把这个id 传到这个eq里面 那么此时呢 就代表了我们的第几个 有这个class的这个 dom对象对吧 这呢是jQuery对象 我们用了jQuery 然后同时呢 我们给他的这个 添加上一个css 让他呢 显示出来 Block 并且呢 让他的这个同胞元素 同胞元素同胞元素是也是这个 class选择器对吧 让他的这个css 让他隐藏对吧 Display 那么我们来预览一下效果 然后我们刷新一下 好当我们点击这个的时候 你看对不对 我们的这个对应的走色导航就显出来了 同时呢 他的其他的这个导航的对应的走色导航呢 就已经隐藏了 对吧 同时呢 我们点击他 也是同样的道理 对吧 对吧 那么注意 我们当我们进入到这个页面的时候 那么其他的默认是隐藏了的 那么这里呢 我们已经在上面 除了第一个左侧导航 我们其余的三个都加了这个Display 等于让让他默认进行布显示 然后我们再通过这里的这个query 来动态的给他设置 他的这个隐藏和显示的属性 那么就达到了我们想要的效果 好 那么咱们的第二个知识点呢 是来制作这个隐藏左侧的导航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在这里呢 我们的这个工具栏菜单里面 有一个显示菜单和隐藏菜单的这么一个选项 那我们点击这个选项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这个左侧导航啊 会出现这个隐藏和显示的一个交替的变化 对吧 重新来刷新一下看一下 那么此时是显示的对吧 当我们点击的时候 那么他就隐藏了 再点击我们就进行显示了对吧 那么这个效果是怎么来实现的 那我们就来带大家来写一下这个相关的一个实现的代码 这个注释应该在上面对吧 好 首先呢 在这里呢 我们可以通过 这个 工具栏菜单的这个 他的这个选项 他名字叫做link1对吧 好 然后我们把这个link1通过这个叫query 来找到 然后当他点击的时候对吧 他那里面是个函数 他里面是个函数 我们说了 点击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这样 我们可以给他的这个leftmenu 最好这个是减号对吧 然后给他的这个css 设置为book键 Displayed now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刷新 当我们点击这个菜单的时候 这是他走的 左侧的这个菜单就不见了 对吧 但是呢 有一个问题 当我们这里点击的时候 他为这个 显示隐藏会 来回的这么切换 但是我们这里呢 只实现了隐藏 但是呢 没有给他实现这个 再次点击的时候让他显示 所以同时他这里这个文字是要变化的哦 当我们点击的时候那么他是显示菜单对吧 那么这个我们怎么来实现 其实他的原理呢 跟我们上几课程讲的呢 有一些类似的地方 比如说我们要判断他的这个左侧档是不是可见 这些步骤呢 是大致是一样的 那么这里呢 我们就再来写一下这个 代码 但我们可以用在那种 切换的一个效果 像slide toggle 那么这样呢 看起来 好像呢 有点怪异 那么我们就通过这个方式来实现 我们依然来判断 如果是否是可见的 比如说我们的这个Left menu 然后我们来判断他的这个 是否是可见的 注意哦 当我们第一次进来的时候他是可见的对吧 可见的时候当我们点击的时候那么他的这个 就会被隐藏 对吧 那么我们点击的时候可以判断 他是否可见 那么第一次是显示的 那我们就要判断他是否是 可见的 那么第一次肯定是可见的对吧 那么第一次可见那么他就会自行后面的代码后面代码我们可以这样 让他Display等对吧 那不可见 同时呢 将 他的这个 this this那就代表让我们点击的这个菜单下 他的这个求准 A标签让他的这个text呢 文字 改为 显示菜单 那么上面的代码呢就跟这个呢刚好就是相反的对吧 然后是隐藏菜单 好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咱们有没有写正确呢 好我们来刷新一下 当我们点击这个菜单的时候 然后 对那他的这个左手打号就隐藏了对吧 当我们再次点击的时候那么他又 显示回来了对吧 好那么这个效果呢就是这样实现的那么主要是通了用过了 用到了咱们这个 探断的主要打号是否是可见的 这样的一个 逻辑对吧 那么这个逻辑呢有一点这个 绕大家呢要下去呢要 多去理解 平时呢我们也是用的呢还是比较多的 大家下去呢 一定要去掌握 这些课程所涉及的这些支持点 包括我们这个 索引 和这个 EQ这样的方法这些方法的使用 对吧 好那么本节课程呢就到这里 那么咱们下个课程呢再见